Hello大家好,今天是4月15号2021年 对于做Tax的小伙伴们来讲的话 今天算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的日子 应该感动到会有点流泪了 9月15号并不是什么结婚纪念日 也不是什么情人节 但是对于做税的CPA 或者是从事税务行业的小伙伴们来讲的话 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Due Day 至于为什么这个时间是非常特殊的呢 我之后在讲话题的时候会跟大家讲 废话前我还是要走一步国际惯例666 免责声明 今天讲了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讲联邦税表的一个流程图 这张流程图实际上是我在一本杂志上面看到 后来我去找了一下语言图 是在国税局里面颁发的 他就把税表的流程全部讲了一遍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讲到这个税表的截止日 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因为对于从事Tax 从事税务的这一个行业来讲的话 每逢15就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那个人税大家都知道 4月15 due day 那今年跟去年会比较特殊 那今年的话是10月17号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是跳过的 所以10月17号 然后申请6个月的延期到10月15号 那距离现在也差不多也只剩下一个月了 那公司来讲的话 S Corporation和LC的话 他们是3月15号 due 然后可以申请6个月的延期 延期到9月15号 为什么我讲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是今天是S Corporation和LC的延期截止日 所以不能再延了 9月15号 due day过了之后 如果没有file S Corporation和LC的话 会有一些罚款 而且这个罚款非常重 那公司S Corporation来讲的话 它的due day是4月15号 然后延期6个月至10月15号 然后接下来两个 大家有可能不是很熟悉的 因为接下来两个是我 我从事的会比较多的一些类型 就是一个是信托Trust Trust本身它的due day是4月15号 但是它的延期是非常特殊的 它是会只会被延期到9月30号 所以接下来的15天 我会又进行一次埋头苦干 就是要把信托的延期的due day 要很多税表 信托的Trust的税表 我要把它给完成了 因为它的due day是9月30号 那另外一项是比较冷门的 就是非盈利组织non-for-profit 它的按照calendar year 就是按照12月为会计年度截止的话 它的calendar year 它就是5月15号due day 然后它可以延期6个月 至11月15号 也就等于说从这个 不是价目表 从这一张表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从9月15号开始忙 一路可以忙到10月15号 如果都涉及到这么多的税表类型的话 几乎到年底都在忙 年头继续忙 所以一头一尾 就是全年都在忙 所以做Tax的属于比较苦逼的会计师 那好 这个截止日期跟大家分享完了 算是我吐槽吧 分享完了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国税局的税表流程图 然后我给大家打开一个pdf 好的 这个就是税表 它的process的流程图 大家看到这个之后 有没有发现 比大都会的 比纽约大都会的地铁 捷运的路线图还复杂 确实是 我当时在一本杂志上面 发现了这一张图 后来我去了这个taxpayer advocate这一个website 我去把这个整个pdf给下载下来了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因为里面东西太多了 我只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流程 让大家知道一下 当你税表准备好了之后 这一份税表它要经过重重关卡 才能到最后终点 然后再给你发放退税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经历 所以很多人在抱怨说 国税局它的办事速度效率不是很快 当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选择原谅一下国税局 因为确实真的是太多procedure要做了 那我不废话 我先放大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张roll map OK好 我把它放大了 这样看比较清楚 这一个五角星的地方 Taxpayer beginning to filing process 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起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Taxpayer receive and gather tax information 这个我们经常报税都会做的 就是你首先你收到了很多W2 1099表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税务的资料的整理好了 然后交给会计师 对不对 当然他这边写的很非常详细 就是说Taxpayer seeking question to the tax question 他肯定是先去找会计师去问一些关于税务的问题 会计师某某会计师我们今年要不要补税 你能帮我预估一下或者是什么样的 或者是说今年把房子卖了赚了一大笔钱 股票卖了 那个Bitcoin卖了赚了很多 Tesla一下子就是Long call了一把Tesla 一下子就是单车被摩托了 这种情况下就是seeking question to the tax 就是seeking answer to the tax question 然后你可以DIY去做 你可以去IOS网站或者是打电话 或者是怎么样 甚至可以去找会计师 然后一路这样子过来 然后到了这里准备税表的这里 他这边有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Can the tax payer file written by the deadline OK如果是no的话 那你肯定是要选择file extension 就像我刚才在powerpoint讲到的 个人税4月15号due 然后你马上来不及 file extension6个月的时间让你准备 那如果你是可以在4月15号deadline 我现在以4月15号为基准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 去年跟今年是一个特殊年 所以due day是不太一样 请大家不要忘了 有可能明年就没有再postpone due day了 有可能就回到了4月15号 所以千万不要把去年跟今年的坏习惯 带到明年报税的时候去用 然后呢 这边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在4月15号之前报完税的 那你就往上走 那开始准备税表 然后是paid return prepared 付给你会计师的钱啊 然后xyz一直往上 然后到了直到e file 到了e file之后就会又会有一个分分水灵 e file出去之后如果被reject的话 它会退回来 退回来之后重新改一遍 再做一次e file 如果很顺利的话呢 它就到了下一关下一个关卡 叫做processing station 然后电脑这些都是可以电脑操作 然后processing station就开始process 如果有发生任何问题会怎么样 iis会给你发信 cp12就是iis会发的那个 你有做错 你有问题 它会给你发一个notice cp12的notice 甚至会有其他的一些notice 然后一路这样子过来 当然我们讲说 如果这个数表是非常顺利的情况下的话 它就一路process 一路process从这里 到了assessment station 那到了assessment station呢 如果你是不欠税的 你而且是有refund的话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 iis就会进行操作 那也是要经过三道关卡 然后最后到了refund if any issue to the taxpayer 这个就是我讲的完美税表 就是完全完全一次性 从filing到processing 然后到assessment结束 一切都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如果说遇到一些有问题 它的税表上面出现了错误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它就会跟着黄色的橘色的线 就到了exam这里 然后exam之后呢 发现如果没有问题 也还是会回到了assessment station 然后最后进行一个balance due 就是你欠税的process 那你当然肯定 如果是好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no further action 那是最好的result 如果说出现有一些不好的情况下 从exam这个橘色的框框 可以到了latigation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从橘色变成了either蓝色 或者是purple 就是到了appeal station 一旦到了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比较头疼 然后你的税表有可能卡住 那卡住了之后就会等到 它这里会有写 就是说你会收到各式各样的ladder 然后你要make appointment 打电话 或者是去跟iis去洽谈 然后你要提供一些证据之类的 所以到了exam这里的话 当然这个税表就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了 ok 然后红色的这一个呢是最不好的 这个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就进了collection 就进了就是iis来找你了 他他有可能就是说 从exam到了appeal 发现没有什么结果 然后呢他又开始 iis发现你开始拖欠他的balance 就是说你明明是要欠税的 结果没有交 那他会进了这个collection的这个process 然后也是非常就是9718万的这样子 那最终当然也是可以会到终点 那只不过就是take long time 所以说整张rollmap下来的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这个税表能安安全权的从filing到processing 然后能能到国税局不来找你 这一这一道工序下来的话 他们所花的时间确实是要一定的时间 那当然processing station 现在国税局来讲的话 都已经进入到一个自动化系统 人工智能的情况 examination应该还是有人去审核的 就是有actual human 真正有国税局的官员去审核的 那一般人家讲的话processing station 它都是已经算是机械化系统化了 在这里的话 大家看到之后 有没有会觉得说 美国的这个税 其实说真的不简单 我这里不是要吐槽哪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位大神 因为人家比我牛逼的多了 都是前辈 我也不好吐槽 我只是在某一个视频上面看到 有一位大师 非常厉害的大师 他非常有自信的跟主持人讲说 每个的税其实一点都不可怕 当时我听了之后 我心里跟灯一凉 我们今天单单不讲税法这个的复杂程度 单单就是讲这个taxpayer的roll map 所带来的这些processing的这个冠冲冲关卡 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 可以说美国的税是不复杂的 那不然因为因为人家赚的钱比我多 人家也是非常一个知名的 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CPA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了 所以我在这边不好点名 我只能说这位大师 有可能对美国的税表有点误解 或者是他已经非常厉害了 比我厉害 所以他看到这些东西 美国税法有可能对他来讲非常简单 但是对我这种小辈来讲的话 美国税法真的是很复杂 OK 今天我只是9月15号 有点小兴奋 因为所有的我们公司所有的staff大家都去放松了 那我呢就一个人宅在家里面跟大家录制这个视频 因为毕竟我觉得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你们的税表是怎么样的去process 如何去安全的到达终点 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所以大家知道背后的story之后呢 稍微可以对自己的税表不用太心急 有可能你刚刚报完税表 有可能已经拿到reform了 你们大家看了这个road map之后呢 你会发现 哇 it's a long way to go 好 那今天视频差不多就讲到这边了 所以也非常短啊 差不多只有14分钟 那如果喜欢我继续讲这些就是税务的topic的小伙伴们 麻烦大家在视频的右下角点击订阅 然后如果你觉得我这个视频有用 记得分享给给你们朋友 因为我想让大家更多人去了解一下美国的这个tax system 什么运作的 那当然也是希望能帮到大家 那好 那废话不多说 今天就做到这边 大家拜拜 拜拜